2014年 印尼交務工Ariana被冷血虐待一案 震驚了全香港人 自此 我們在新聞上見到越來越多揭露外殖家務工廣泛被剝削的證據 當中 尤其牽涉了很多中介公司 面對政府監管中介公司的不力 再加上各方的壓力底下 香港政府終於於2017年1月頒布職業介紹所實務守則 這個新規則中最好的方法 目的是為了引導雇傭中介公司手法辦事 但這個守則實際上是帶來什麼影響呢? 為求真相 亞洲監務工工會聯會在首則發布之後 以問卷的方式訪問了超過450名 曾經使用在港外傭中介公司的外殖監務工 調查結果顯示 受訪的外殖監務工所使用的150間外傭中介公司當中 九成六是沒有完全依照守則中最重要的內容 當中七成四 更加未能達到四個或以上的關鍵標準 受訪者當中 五成七曾經被香港中介公司收取非法的費用 三成更在首月發生之前被非法地收取費用 亞洲監務工工會聯會也以外殖家庭工的身份 在全港十八間中介公司查詢如果找新的僱主的費用 並且進行秘密的錄音 當中七間中介公司的職員表示 找新的僱主的費用為港幣3500至1萬元 這個收費是法定上限的8至24倍 六間更加非法地要求收取岸金 我需要找新的僱主 但你需要去 Macau 等到維持費用 你需要付6500元 6500元 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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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6 D5 D6 D5 首先,实现有效的措施 以调查和惩处违反首室里的雇佣中介 其次,提供足够的支持 给所有因为虐待而追讨赔偿的外籍家务工 直到案件完结 第三,容许劳资审材处处理中介公司过分收费的案件 让第三方,例如工会、非政府组织 或者个别人士可以代家务工提出申诉 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相信 如果香港政府可以执行这些建议 并着力确保所有中介公司都依存守质 外籍家务工将会受到更多的保障 而雇主也会得到更好的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